週四 多位證件人士出席了《真善忍美展》 這次展出了60多幅作品 許多畫作的背後都有真實的故事 畫家們採用正統嚴謹的繪畫技巧 描繪了法輪功學員的心靈境界 揭露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包括活摘器官罪行 面對極端左翼分子 在美國也掀起左翼運動 觀看美展的政要 希望左翼分子也應該來看看美展 了解共產主義的危害 美展將持續到7月22日 有興趣的觀眾可到喬治亞州議會大廈對面的政府大樓觀看 新唐人記者呂尚明 亞特蘭大報導 喜歡《魔術你們的詳しく生日報》ит 點讚 如共產主義的典諾 說 Rosie David intentions 谢谢大家